由中央文史研究馆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文史杂志 《世纪》看在了这么一段往事 1988年 时任民阁上海市委副主委的 李干居先生访问美国期间 通过特殊的渠道 与台湾的许多老朋友建立了联系 在此次重新联系上的老朋友中 就包括蒋介石的二公子蒋伟国 李干居回国后不久 蒋伟国便派人来上海找到他 托付他办一件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事情 那就是寻找一个人的遗骨 那么蒋伟国要找的究竟是谁的遗骨 这其中又是一段怎样鲜为人质的绝密往事 蒋伟国要寻找的遗骨不是别人的 正是当年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基涛的 说起这个戴基涛啊 可以说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话题人物 相当有意思 据史料记载此人是蒋介石的霸兄弟 忠实的智囊有国师之称 这位戴院长最喜欢干的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是哭 高兴了喜极而泣 伤心了泪流满面 被欺负了当众放声大哭 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 人送外号带疯子 这第二件事啊就是自杀 他跳过海 投过江 吃过安眠药 十分的能折腾 1949年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 58岁的戴基涛自杀神 这么一个人 蒋伟国为何要在40年后 突然要寻找他的遗骨呢 蒋伟国在其自传千山独行 蒋伟国的人生之旅一书中 给出了答案 在书中 他说自己的亲生父亲 不是蒋介石 而正是戴基涛 其实关于蒋伟国的身世 外界早有传言 因为这件事 蒋介石还和宋美龄 爆发了他们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情感危机 宋美龄大发雷霆 可蒋介石却死活不肯透露 谁是蒋伟国的生物 如果蒋伟国真的是戴基涛的儿子 那么他又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儿公子 而蒋介石 宁肯得罪宋美龄 也要替把兄弟保守的秘密 又是什么 围绕在蒋伟国扑朔迷离的 绅士谜团背后 蒋介石与戴基涛之间 到底还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恩恩怨怨 今天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 蒋伟国绅士之谜背后的 绝密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